跨越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完成了80多款路由器的超级大横评 我们收集了近万组的数据 在数据的世界里面 这两天的遨游真是让我快熬瞎了眼 这次想和大家聊聊 在2022年如果不选小米路由器 WiFi路由器我们有哪些更好的选择 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实用 先把实用打在公屏上 嗨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之前实验室的小春哥 上个礼拜我们测试完 最新的一台华为AX6 是2022年我们路由器测试改版之后 第27款路由器 那今年的路由器测试 不测不知道测完了吓一跳 传统印象中的大品牌 比如说华硕 网件等等 在WiFi路时代真的是产品更新节奏缓慢 产品的性能发挥也不好 而小米TP则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 尤其是TP 那今年的飞流 大道 盛世 青州 纸片 这五大系列纷纷上市 2022年的路由器市场已经变天了 但是呢 WiFi路由器的选购坑也是不小 第一千兆口越来越成为WiFi路由器的瓶颈 现在连家里的电视都开始支持WiFi6 这下子呢 给WiFi路由器配上千兆口 就好比给李轮速力2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公路 限速它100公里实在是非常的浪费 第二呢 贵的路由器不一定好 如果家里面没有NAS 高速用网设备比较少 那贵的路由器呢 就好比修了16条车道 李轮速力2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公路 但是呢 你天天只是骑个小店旅 然后呢 跑起来也跑不到50公里每小时 真的是非常浪费 第三呢 就是Mesh组网 那听起来非常美好的 三屏Mesh组网 隔了一堵墙 5G赫兹的网络速度就掉到让你怀疑人生 跌一半都是好的 那花几千块钱买高级的三屏路由器 组无线的Mesh网络 真实的性能其实是PK不过 别人家拿几百块钱组的有线网络 第四 网线 网线 一定要重视网线 第五 同样的硬件规格 联发科的芯片性能是强于高通的 而高通的芯片性能呢 是强于博通的 所以你看 非常容易就选错路由器 花大价钱买了个摆设 收回一堆没有用的接口和功能 获得更高的功耗 按照我们的测试 我们按照性能整理了一个路由器的天梯图 左边是华硬 左边是华硕 TP小米这玉三家 右边是其他品牌 我们来看一下华硕 华硕 华硕2021年 2022年的新品并不多 WiFi6平台的产品大多还是2020年就开发的博通平台的产品 真是被博通拖累了 那高通平台的路由器呢 华硕很少 但是呢 使用高通平台的产品 比如说华硕AX89X性能的就非常强 虽然价格也是珍贵 那选择华硕路由器 其实就不能太在意性价比了 品牌 服务 软件 甚至是游戏的优化才是它的优点 那这个东西呢 没有办法量化 你恰好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别的品牌满足不了 华硕可以满足你 那你就选择它的必要 TP呢 去年是遇到了缺新 2021年的新品 今年呢 才陆续上市 那TP扬眉吐气的日子就要来了 现在再去看 CC的产品布局 真的是又广又全 性能的上限高 产品上PK华硕 性价比上呢 跟小米拼一拼 完全都是可以的 2022年 TP新上的青州系列 采用的是联发科的方案 那全部都给配上了 两个2.5G的网口 全部都使用512Mbps的运存 和128Mbps的闪存 还增加了USB3.0接口 插上一个移动硬盘 就可以组一个家庭NAS 那TP的问题呢 在于它的型号太多 系列呢也太多 大道飞流盛世青州纸片 光是有名有姓的就有5个 还有不少不配拥有姓名的 走性价比路线的产品 小米呢 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不选小米 路由器应该怎么选 针对小米路由器 我们有过专门的选购指南 大家呢可以去翻看 预期呢 今年的下半年 会有不少小米品牌的 联发科路由器上市 那么以信号为刚 结合极限性能 游戏稳定性 高负载稳定性 漫游通话 价格这5个维度 把产品的进行排序 来帮大家去选择产品 首先来看小步行的用户 如果需求简单一些 就不需要超过千兆的高速网口 或者是光电口 假设没有高负载的应用 而对游戏稳定性 又有一定的需求 那这一款 TP的3010 299块钱的价格 7.25分的综合得分 已经妥妥的超过了 红米AX5400 小米AX6000 等同式高通平台的产品 那这款路由器 它不仅穿墙能力枪 信号覆盖好 而且玩游戏的稳定性 是非常出色的 TP给这款XDR3010 主打的是超千兆满血Wi-Fi6 但在这款产品上 还的确是比较成功的 甚至是更贵的 他的大哥 TP的飞流XDR5480的得分 都没有这款XDR3010高 所以低负载的情况下 选它 没错 那因为是小库型 也没有复杂的应用 这种情况下 华硕的AX86U 应对起来 也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款华硕的路由器 采用的是博通的方案 少见的采用了 三根2.4GHz的天线 2.4GHz的信号覆盖 是非常出色的 那如果家里面 有智能家机的应用 这款路由器是比较合适的 这款产品 游戏稳定性比较出色 同品牌和华硕的路由器 一起主网AIMASH 漫游切换也是比较流畅 那它还有鬼灭之刃的联名版 外观是非常的漂亮 不过呢 同样的价格 你就可以买到四台TP的3010 而且呢 因为它采用博通的方案 发布的时间也比较早 性能上的确是跟TP或者小米同规格 采用高通方案的路由器 是PK不过的 相对而言 高负载的稳定性 抗干扰性能 信号覆盖 都是不太如人意 好在你可以拥有 可刷固件 电竞加速 行为管理等等 华硕非常完整的软件体验 那如果你家里的人口比较多 同一时间呢 有很多设备会一起联网使用 对负载能力呢 有一定的要求 那这台269块钱的荣耀路由器4 值得一看 虽然这款路由器的评分 只有5.77分 它的游戏稳定性 高负载稳定性和极限性能 都稍微的差一点 但是呢 荣耀路由器4 是一款特点非常鲜明的路由器 采用高通平台的它 是个暴皮系 干活呢 特别卖力 待机量 是我们测试到现在 榜一的选手 当然它的主板最高温度 同样也是榜一 如果改进一下散热 我们觉得这款路由器 还是很能干活的 所以家里面 如果上网中单多 甚至是一些小型的商用场景 比如说餐馆 拿来给用餐的众多客户提供覆盖 因为人来人往 大家都不会长时间 高负载的去使用网络 那它干起后来 的确是任劳人员 高频发能力上的优势 的确是我们测试到现在 同价位路由器 无法匹敌的 当然 也不得不提 这个价位 有一款堪称 万斤油的 红米AX6000 499块钱的价格满足小户型 中户型的需求都没有问题 它的信号覆盖表现仅次于华硕的AX89X 低负载的情况下 性能发挥非常优秀 游戏稳定性 带机量是14台 也是刷新了我们测试数据的新高 抗干扰 组网性能 慢油切换 视频慢油测试都还不错 唯一的缺憾就是 它是千兆网口 和高负载的性能是比较一般的 它的高温会导致严重的丢包 那这个时候 如果用一个风扇来给它吹一吹 可以改善它的性能 那2022年 如果要推荐路由器 这款路由器 怎么都绕不过它 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是不想选小米 所以几百块钱价位上 对于小户型 信号要求不高 带宽也小 或者是用法设备不多 刚才的TP XR3010 或者是华硕的AX86U 完全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而且 华硕AX86U 还有2.5G的网口 用来接NAS 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户型增大 需求呢 也更加的复杂 就需要高速网口来支持NAS 或者家里用法设备比较多 那么路由器应该如何选择呢 那2022年的测试当中 信号比较好 可以应对中等户型覆盖的 Wi-Fi667 我们测试呢 一共有19款 其中呢 不搭载高速网口 或者是电口的 有6款 这6款 除了华硕的2款之外 其他型号的价格都是比较低的 那在这6款产品当中 低负载的游戏场景 红米的AX5400和TBLINK的XDR3010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所以TBLINK XDR3010的确还是一个比较亮全其美的高性价比的选择 那在高负载的场景下 红米AX6S TBLINK XDR3010的数据表现是比较好的 这两款路由器的区别就是红米AX6S的高负载稳定性会更好一些 那如果有高速端口的需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低负载的情况下 比如说玩游戏 那么599块钱的中芯AX5400 Pro 它的游戏稳定性是非常出色的 这款路由器它带有2.5G的网口 信号也比较好 6点测速 它的信号表现方面 只比华硕AX89X差了一点 那表现非常亮眼 而且这款路由器的速度上限非常高 4CMEMO 160MHz的频宽 那我们用两台中芯AX5400 Pro组网 可以跑出来2696.79Mbps的速度 那它高负载下面 它的丢包率和延迟时间都很低 只有1.44%和22.11毫秒 那康康二的速度 康康二的稳定性都是不错的 唯一的缺憾就是 这款路由器组网表现比较差 所以中等户型 用这款路由器实现全无覆盖 问题不大 高负载方面 这台中芯AX5400 Pro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如果不太在乎预算 飞流XTR10280这款三平路由器 在高负载方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那这款路由器呢 5G1的综合评分是7.44分 它有8根外置的天线 散热方面很是下本 齐片的面积很大 那高负载的表现也是不错 那这款路由器 带机量 高负载的稳定性 抗杠二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这款TP的XTR10280 改进了TP7880的高负载稳定性不佳的问题 那除了2.5G口的速度不是特别理想之外 无论是高负载的使用场景 低负载的使用场景 还是无线Mesh组网 各个方面数据表现和实际体验呢 都是非常出色 综合体验和更贵一点的小米AX9000 也是不相上下的 那对于1000出头的价格来说 如果你对路由器的单体性能 有更高的要求 那TP-Link XR10280路由器 我们觉得是比小米AX9000更好的选择 华硕AX800U 那它呢还是采用博通芯片组的方案 如果不考虑千兆口的限制 它的性能上和红米AX5400电竞板 是相差不大的 这款路由器呢带有8个千兆口 因为它发布比较早 没有2.5G网口 所以呢在评分方面会吃亏 AX800U各个方面的性能呢 是比较均衡的 信号稳定性抗干扰都是不错的 而且呢华硕累积多年的固件 给这台路由器使用多种的应用场景 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它不仅支持AI Mesh 可以跟多个华硕路由器去组网 还提供了AI Protection 智能网络卫视 网络监控家 和AI Cloud 2.0的个人营运用 以及是WTF的游戏加速 等等的进阶功能 那路由器的可玩性是非常高的 那应对中等户型 这款路由器呢问题也不太大 当然这里呢 我们还是得提一下 红米AX5400电竞板 那这台路由器呢 带有2.5G的网口 基础性能是非常出色的 极限性能也比较快 5GHz 2.4GHz的信号覆盖表现都很强 尽管叫电竞路由器 但是呢 这款路由器意外的是 游戏稳定性 表现呢不太如人意 除此之外 网速 信号覆盖距离高负载待机量 和受到干扰之后的速度呢 都非常出色 中等户型 强调覆盖和高速应用 这款红米AX5400电竞板 也可以和中芯AX5400 Pro PK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看信号最强 可以应对中大户型覆盖的 WiFi楼蓄器 应该如何选择 那我们今年评测的6款信号表现 处于最高位的产品当中 价格意外的有一半 都在600块钱以内 那这个级别呢 没有高速网口的只有两款 分别是TP的XDR5430和红米AX6000 当然2022年 TP已经在这个规格上 又更新了一款 带有2.5G网口的 我们呢还没有测试 今天咱们就先不提 有高速端口的话呢 399块钱的红米AX5400电竞板 和这个1299元的小米AX9000 是比较实惠的 对于中大户型的单体覆盖来说 如果不需要高速端口 那红米AX6000 需要高速端口 就是红米AX5400电竞板 或者是这款小米的AX9000 如果不选择这三款小米 那么有下面三款路由器 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华硕RT AX89X 华硕旗舰级的无线路由器 非常罕见的高通平台 顶级的IPQ8074的SOC 14纳米的先进的制造工艺 硬件的性能参数呢 都是高配 双十忌口 直连NAS或者光猫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AX89X信号覆盖 表现惊人 多终端抗干扰 也是同样优秀 一台路由器 三层楼的测试环境下 几乎不存在覆盖的死角 唯一的缺憾呢 就是它在高负载下面 它的稳定性表现一般 那如果用两台华硕 AX89X组网Mesh之后 它的稳定性是有所提升的 就是这个价格 实在是比较可观 所以顶级的硬件 顶级的性能 不差钱呢 家里有内网高速需求 这台路由器 是你不错的选择 当然如果追求快 TP的盛世系列XRT890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款路由器 这款路由器呢 一共有14颗的独立功放 细刊配置比起TP的XRT10890来 24G赫兹呢 少了两路填线 5G2赫兹少了四路填线 它呢 有两个实际网口 其中一个是实际网口 还有一个是SPFGR口 那实际测试 这款逻辑的特点呢 就是快 非常的快 5G1 7.05分 5G2 6.8分 但是呢 稳定性相关的数据呢 就比较一般 如果不玩游戏 不在复杂的网络环境当中 不需要让路由器干重活 这款路由器的组网 还有很高的速度上限 是非常突出的 那在中大户型使用 组一个万兆的有线Mesh 非常适合家里或者工作室 用来传输大流量的数据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想要快 选这台7890 肯定是没错的 如果再多花点钱 预算负益的话 那TP的这款 飞流XR10890 是属于比较顶一点的选择 那这款路由器呢 堆料非常的足 20颗独立攻防 16根天线 而且整体整合的是非常好的 低负载游戏稳定性的待机量 5G2刷新了我们测试以来的上限 和创纪录的8根5G2的天线 是很有关系的 不过呢 5G2的高负载稳定性是不太好的 而5G1的低负载 和高负载的待机量和稳定性都非常好 而且呢 它还支持WiFi6E 那这台三屏路由器 5G1用来刮负载 5G2用来大游戏 在灵活避开下 同环境内其他路由器的工作频段 它是能够胜任非常大的使用场景的 居家使用 这款路由器的性能 绝对是绰绰有余 当然旗舰级别的体验 也是旗舰级别的价格 两个实际网口 18万兆比特每秒级别的交换机性能 10890 算是我们评测到现在 比较顶的一款路由器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超大户型的组网 那进入WiFi6时代 同品牌路由器 都是可以组Mesh的 大家可以看稳定组网距离 和最远距离的吞吐速率 参考我们这张表格 最远组网距离打分越高 说明能组无限回程的距离就越远 稳定距离吞吐速率和回程极限吞吐速率 是每个路由器和自身组网之后 子路由能够跑到最高速率的区间 漫游稳定性 顾名思义 就是综合漫游表现的评分 这个评分越高 漫游的表现就会越好 当然如果能用有线 还是要用有线 Mesh无线组网 它的速度调的的确是比较厉害的 刚才说过 TP-Link 小米 华硕 这些大品牌 同品牌之间 组WiFi6网络 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无线Mesh组网 或者有线Mesh组网 看我们的表格 从中灵活选择组合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不考虑预算 刚才我们说过的 小米AX9000 华硕AX89X TP的10890 这些路由器组网都是不错的 当然还有网件OB系列的 RBK 853 963 网件RBK 853是千兆有线回程 和三频的5G2无线回程 RBK 963就是比较少见的 四频路由器 用2.5G来做有线回程 或者用高速的5G去组网回程 都是可以的 963还支持WiFi6E的6GHz频段 下一个WiFi时代也不会落伍 所以高端不差钱 也可以选择这两款网件的产品 最后再强调一下 注意施工时候的网线的品质 和工长的施工质量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表格 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随着我们的测试量的增加 相信此后路由器的性能天梯图 会给大家更直观的帮助 如果大家有更多 关于路由器选择方面的疑问 可以查看我们每月更新的 路由器性能天梯榜 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实用 先把实用打在公屏上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